哈囉我是該一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重訓或激烈運動以前 暖身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存在 但是你真的知道暖身的目的嗎? 暖身運動要多久 5分鐘 10分鐘還是20分鐘 如何評估自己暖身是否充分 身體是否準備好要上戰場了呢? 一套好的暖身設計它可以促進我們人體 數種生理學上的反應 其目的主要為 增加後續運動表現 降低運動受傷的風險 這些身體學上的反應大致很分為 脂肉溫度核心溫度的增加 加強身體系統以及結體組織的連結 增加血液在肌肉中的流量 增加喝氧量的基準 而我們身體透過暖身 產生出這些生理反應 會直接反應到我們人體上 使其加速主動肌與結抗肌 兩者的收縮與放鬆 改善我們的反應力肌力爆發力 降低關節與肌肉的黏性阻力 好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黏性阻力 當我們肌肉在做收縮或被拉長時 我們的肌纖維肌肉與肌群會產生摩擦 而暖身可以降低這個黏制性 再來還有 增加氧氣傳送 增加活動肌群的血液流量 強化代謝反應 增加溫度減少肌肉撕裂傷 增強心理素質等等 那我們應該在運動或訓練前 花多久的時間來暖身呢? 其實暖身的時間因人而異 並且會隨著大環境的種種因素 來改變暖身的時間以及內容 比如說冬天的暖身時間 就會來得比夏天長 那剛起床呈念前的暖身 也會比夏午訓練時來得久 所以我們必須從我們的身體來評估 自己的暖身是否達到充分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點來看 第一點 隨著體溫、心跳率上升 我們人體是否有輕微出汗 第二點 主運動會使用的肌肉與關節 是否獲得充分活動 每個人從開始熱身到輕微出汗的時間都不一樣 因為年紀、體質、運動頻率、氣溫、活動量、失聯溫度等等 有些人很快就可以暖開我們的身體 有些人就會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暖身 所以暖身運動會建議大家 一開始先以低強度的型態為主 可以是慢跑、抬推跑 或是開合跳、踩踩飛輪、喇叭滑成筋、動態伸展等等 如果身體還沒有活動開 就直接接觸高強度的運動 會大幅增加受傷風險 低強度暖身結束後 就可以開始一些以組訓練的動作來進行的暖身組 比如說臥推正式組前 可以先從輕重量開始再慢慢的推至正式組 回到原本內容 暖身時間要多長才足夠 5分鐘、10分鐘還是20分鐘 其實暖身的時間以你自己為主 但前提是 暖身運動已不影響後續的正式組訓練或比賽為主 如果暖身時間太長或是強度太高 而導致體力下降、疲勞 那麼這就不是一個理想的暖身內容 最後給大家一個理想的暖身指標 RAMP 提高 以及增強 提高身體穩度、心跳、呼吸率、血液流量 以及關節潤滑度 通過動態伸展以及深蹲弓箭步 這類型的動作來整合我們的動作控制 穩定性及柔軟度 來達到我們身體的活化以及流暢 在開始正式訓練前加入針對性的漸進式動作 增強我們的心理以及生理素質 比如說針對深蹲前的一些高強度動態熱身 有助於促進後續表現 好的那一項目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暖身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原理 一大好的暖身不僅可以提升我們後續的運動表現 更可以大大的降低運動受傷的風險 所以建議大家在訓練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暖身 暖好暖滿你也可以是聚聚暖男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劍該我們下次見 掰掰